魏文俊是陳友諒的恩師,他們兩個關係非常好, 陳友諒就去了打王州, 魏文俊在武昌和徐秀輝的 衝突就越來越厲害,徐秀輝 就想取消了魏文俊的兵權,魏文俊就想 舉兵去逼供,誰不知, 徐秀輝手下都有一幫將領,那幫將領很好打,我告訴大家, 雙刀趙普勝,還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打仗很厲害的人,那個叫瘋老的就是丁普羅, 還有一個一級的將領,就算後來去了朱元璋手下都有, 其實是富有德,這幫人和徐秀輝是兄弟, 抵抗,魏文俊是失了勢,魏文俊失了勢, 就跑去王州投靠陳友諒, 陳友諒看到自己的舊上司,其實他們兩個合謀作反, 來投靠自己,就問他,現在什麼打算, 他說不怕,我們兩個都會再打這個天下回來, 他又想一下,趙普勝,丁普郎, 阿富有德,他們的立場是怎樣, 他說不行,他們和徐秀輝, 講義氣,結拜兄弟,他當然站在徐秀輝那邊, 否則我這次都不會打輸, 陳友諒,那我明白,他就殺了 魏文俊,把他的頭 交給徐秀輝,因此得到徐秀輝的重用, 因此得到徐秀輝的重用, 而這個人的組織能力是極強, 這個時候徐秀輝,又派了, 他手下的大將叫做明玉珍, 入了四川,打了入四川, 打了入成都,這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就到這裡, 而雙方的爭奪,他和他的爭奪就在池州, 經常打來打去,池州在誰手上, 在徐秀輝手上,或者在 朱元璋手上,雙方正在爭奪徐秀, 好了,故事講到這裡, 我再交代方國珍的故事, 方國珍在這裡,他是耕田, 他父親經常被田主欺負,他小時候已經很不潤, 於是他就怎樣呢, 他大過了有一天,今次我們修成很好,請田主來吃飯, 放宴會,池田主來殺了他全家, 起兵,起義,因為他這裡是溫州, 寧波那些地方,隨時可以出海,他有很多船, 他同時是海購,但他是一個沒有大志的人, 這個就是方國珍,後來福建再有一個叫陳友頓的人, 這個是很忠於明朝,好了,方國珍就是這樣, 我們講回元朝整件事是怎樣搞的, 上次我們講到元朝,是派了脫脫下來, 在高游那裡已經打敗了劉福通, 然後在高游那裡進圍張士誠, 入了徐州,再入高游圍著張士誠,圍了三個月, 張士誠是很得到他手下支持, 外城都破了重守內城,張士誠是很肯拼命, 他和他的手下是很有義氣,那些人叫他走,張士誠說, 我去哪裡好走,搜了三個月,結果我上次講到, 脫脫就被元順帝炒了魷魚, 說他浪費了這麼多錢,只是攻陷了一搭徐州, 就把他貶去,然後在陝西那裡 毒死了脫脫, 脫脫一被炒魷魚,元軍就 潰散,號稱一百萬人潰散, 所以張士誠的勢力就大勝, 元軍潰散了,劉福通的勢力, 就復蘇,元軍就派第二個人來和他打,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呢,這個人就叫 踏塞伯都魯,這個人,其他人都很差,這個踏塞伯都魯是不錯的, 最初就抑制了劉福通他們, 結果又被劉福通打敗了, 踏塞伯都魯,於是那時候,以前我已經講過,劉福通就派兵, 三路北伐,即是打山東, 本來打河北,後來轉去打山西,然後出武關, 出武關, 打官衆, 兵走來走去搞到天下大亂, 而劉福通就入了汴梁,劉福通就控制了汴梁,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龍鳳帝國最強盛的時候, 也是他封朱元璋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是講到, 三路北伐,是打到遼東, 圍著大刀走, 好了,但是元君整頓了之後, 就開始反攻,首先, 踏塞伯都魯,有個兒子, 那個兒子也是相當好打, 就叫做薄羅鐵木兒,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薄羅鐵木兒,然後河南地方還有 另一個人,起兵, 那個人就叫做薄罕鐵木兒, 這兩個人都很好打, 這個薄罕鐵木兒, 我曾經講過,他的兒子將來就是王寶寶, 抗國鐵木兒,故事就講到, 他率兵是南下, 薄羅鐵木兒, 是攻陷了變良, 一攻陷了變良,大件事, 劉福通, 就走了去, 在這裏倒, 退守, 看著快要被薄罕鐵木兒, 是消滅的, 朱元璋這個時候, 在他一生裡面,是第一次, 意圖向元朝投降, 誰經常向元朝投降呢,張士誠其實是向元朝投降, 其實是,在薄罕鐵木兒這裡, 他變成元朝的打手,是幫元朝, 方國珍經常向元朝投降, 陳友諒從來沒有投降過,劉福通從來沒有投降過, 朱元璋一生就是一個烏點,就是這個時候他意圖投降, 意圖投降, 元朝就派了一人叫張廠的來跟他講數, 給他做行中書省,派個官給他做, 跟他談的時候,就出現了一件事, 策罕鐵木兒是被紅軍的將領, 田豐,周士誠兩個暗殺死了, 朱元璋立即反面,就把這個張廠 趕走了,朱元璋以後就沒有投降過, 策罕鐵木兒一死了, 有一段時期,元朝是大亂, 為什麼呢,策罕鐵木兒的兵權, 就落了他的兒子抗國鐵木兒手上, 好,我們下一節再繼續講,